小圈颱風外圍環流 為宜蘭大同鄉帶來不少的雨勢 截至從四日到五日的五點左右 累積的雨量突破了三百毫米 目前道路的交通並沒有造成 宜蘭大同鄉太大的災情 公務局也在名池 英式 獨立山 南山等防臺機制上 提前做好的準備確保道路的安全 我們目前這裡的狹線 還是跟一般平常一樣 因為這次那個颱風 沒有造成我們狹線有一些狀況 這是目前來講 我們狹區還是都是暢通 我們目前都在狹線的部門 有人員機器在在現場做待命 提前做好待命與機具 因為台積甲線道路對於族人來說 是至關的重要 是唯一的產業道路 雖然沿線在十六點二K處 有零星的落實 也馬上請機具和人員處理 因此村長也特別呼籲 大家要保持警惕 我們的產業是高原蔬菜 要運送到都市 沒有造成很大的災害 所以按照公路局的想法是 目前是靈性若使而已 我們族人是 目前在這邊生活是沒有什麼造成 生活上的影響 請大家也注意一下 為我們生命台場安全 最好晚上也不要出門 雖然道路的交通並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但還是要提醒大家出行時要注意安全 颱風雖然已經慢慢的離開 但雨勢還是一陣一陣的落下 也請民眾保持警惕 注意交通資訊遵守相關規定 更確保山區的安全 原始新聞 巴途運命迪弗羅安 一覽大同採訪報導 算是